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生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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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何人击鼓鸣冤 是你 名副周莹 加盟齐冤 请赵大人主持功的 你可知道 击鼓鸣冤之后 要吃二十沙维棍才能受礼 知道 那还敢擅自击鼓 名副宁可挨打 也要上报冤情 你可想好了 这二十沙维棍下去 寻常汉子都经受不起 如果不能为吴家东苑洗冤 名副心中之痛 远超二十沙维霸 你说的可是 吴家东苑的军婿案 是 吴卫文弄虚作假 谋取暴力 已是铁证如山 吴卫文身前 将诚信看得比什么都重 当初东苑讨论订单 我提议 用效果稍弱的杜鹃花叶子 代替血节 都被他臭骂一顿 他怎么还会用 毫无止血效果的松香 代替血节 可吴卫文本人 已经签字化压 那一定是驱打陈昭 吴卫文指使杨之患 隐匿证据又当如何解释 当时情非得已 才做此权益之计 胡志存也曾亲自供认 吴卫文亲自指使他 用松香替换了血节 作何解释 胡志存 那是存心陷害 任寿堂的佟掌柜 也曾供认 是吴卫文指使胡志存 以假冲真 那是刑讯逼供 放肆 赵大人 你去看看杨管家的手 你就知道了 周莹 我告诉你 吴卫文就算不死 等待他的也是急性 现在只是罚磨部分家产 吴家东院所有人等 都被释放 已经是罪精的处罚 你还想坐审 难道你想要正式被流放 想要吴氏家族的人受牵连 想要吴家东院 连家宅都不保 走 周莹 本官看在你曾经亲自震灾的份上 不追究你擅自击鼓 但军需案已经了解 如若你再轻举妄动 下次 定不轻饶 退堂 赵大人 我还没说完呢 放开我 赵大人 赵大人 放开我 放开我 你们 王世君 跟我来 去哪儿啊 王世君 你这干吗呀 你没事吧 没事啊 你以后不要再这样冲动 行不行啊 你把我拉来这儿干吗呀 有人让我把这项东西交给你 什么呀 是一堂大印 是老爷让我交给你的 老爷 老爷不是死了吗 那天把你撵走之后 老爷找到了我 把这个大印交给我 并叮嘱 在军需案彻底了结之后 如果他还活着 就把大印还给他 如果他不在了 就把大印交给你 老爷还让我 去大少爷的墓那儿等你 说你一定会去哪儿 高龄那小院 也是老爷安排的 这一个月以来 你和四叔的一切用度 也都是老爷让我值班的 来 这一个月以后 和四叔的一切用度 一切用度 根本会是上次 其实是做给外人看的 我想应该是的 他遇见到了这个案子 可能凶险无比 所以将我赶出东院 万一驻连九族 至少我可以被排除在外 他对我这么无情 其实是在保护我 他要保护的不只是你 还有谁 还有你肚子里的孩子 什么 我有孩子了 我 无比 我们有孩子了 无比 我们有孩子了 我回来了 星儿 吃饭了吗 我午饭都没吃呢 快 快去给二少爷热点饭菜 怎么累成这样啊 那些掌柜的 真把你当跑戒的了 别急啊 我明天就让人给他们带画 娘 你千万别 我让他们那么干的 你可是沈家的二少爷呀 沈家二少爷有什么意思 那什么有意思啊 惊羊跑戒之王 娘 有没有热茶 我要喝热茶 我要喝热茶 好好好 你等着 晚上人给你倒去啊 马上就来 老爷 你怎么回来了 不是说不回来的吗 吃饭了吗 吃了 你 星儿在里面 你可别骂他 他来这儿干什么 我是他娘 他来过请安的 你看看他这样子 还不是怪你呀 怎么怪我啊 自从上次你骂了他之后 他这段时间早是晚归 天天去跑街 每天回家都累得筋疲力尽 又好几次吃着吃着饭 就睡着了 他自己跑街去了 是啊 茶行 药材行 土布行 皮毛行 米行 那些掌柜的 个个把他使得团团转 原来有五个跑街的 现在只剩下三个 说是星儿一个顶脸行 我怎么不知道呢 星儿让他们别告诉你 你发现没 这一个多月 星儿瘦了一圈 人也晒黑了 身上 背上 全都是伤 老爷 老爷 夫人 龙生河的杜老板来了 走 他这样睡很容易招凉 给他盖个被子吧 感谢观看